對蘆元外之事 小帝倒是略有所聞 此事 要從多年前的一場激戰說起 十年 我大宋九州 邊界分歧叛亂 叛軍分屍 劫魯山東 山西 搶掠河南 河北 各出州縣受盡侵略之地 紛紛深打表紋 奏請朝廷救援 朝廷隨派疏密使同貫 為先鋒大元帥 起兵抗辽 盧俊義 既是同貫帳下及先鋒 盧俊義勇冠三軍帶兵有放 領兵一路愧疑 遼軍節節半退 盧俊義幾日內接連奪回 霸州 雄州 濁州 濟州 濟州等地 所向替移 令遼兵 文庐喪 宋軍 頻奏改歌 遼軍 敗將殘兵 一路退到潭州 御田縣 彼時 遼軍馬快 來得快 去得快 盡可攻 退可守 盧俊義先祭 他與他仗下神機軍師鑄 輕率小谷人馬 半座主力右敵出戰 引遼兵 盡數包圍他 銅貫 可趁機引大軍 在外圍 再為之 叫他逃脫不得 到時 理應外合 聚而滅臣 去除國家大患 那銅貫 知識好記 唯弘於其林 功高感格了他 又欲將 盧俊義 浴血奮長之功 貪為其有 尤其 蔡經 銅貫等朝中奸賊一趟 曾笼落盧俊義 盧俊義 卻心存忠良 不肯驅嚴覆勢 與之同打 銅貫 記恨在心 要借機加害盧俊義 便准了盧俊義的獻祭 盧俊義 諸武諸兄弟 一技行士 誘敵將其包圍 離寡敵中 拼死古稱 單等銅貫 率大軍來位 可銅貫 那杜賢技能的賊 遲遲不肯發兵 要眼看盧俊義 活生生战死沙場 盧俊義 只殺他再無指望 血透戰甲 目眶了登烈 我心虧 眾將是拼死複製他 一人一馬 突尾之處 阻撃 封大冠 封砍 封砍, victims加油 破冠 無三 性暴視 tee 這樣的刃 總大家 ist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走 走 救命 快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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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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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哥哥 这事哥哥 你这是要学会谁呀 可别忘了俺铁牛啊 是吧 公民哥哥 这事哥哥 快 不错不错 最近的功夫都见长啊 主人 喝口茶吧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几个听着点 主人可是没尽全力 这主人要是使上全力 你们几个都得伤筋动骨 哭得也狠娘的 李姑啊 竟你这么一说 我岂不成了张牙舞爪的妖魔了 主人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想当年您可是驰骋杀场的 长盛将军啊 那撩人要是见了炉子大旗 早就是肝胆尽破了 您这身武艺 可非小人一人夸赞哪 小义哥 小义哥 你怎么不去跟主人切磋切磋啊 听说你那小厮铺的技艺 也是险欲对手啊 小义这身技艺 都是主人所赐 小义怎敢 在主人面前搬门弄斧 李渡馆 夸大了 小义啊 主人 你我也有几日未曾切磋了 我看你整日竟在研究什么 阴运狄消 黑白钗字 是不是这身体也快锈顿了 主人需要激将小义了 小义 这就奉陪 来 主人 请使棍 主人使棍 那是天下文明 小义哥 你这岂不是逃打 李渡馆 这管家池叶你是内行 不过武艺之事你便是外行 小义这身武艺都是跟着主人学的 主人是小义的师父 无论是香铺之术还是棍棒之术 小义只是学了点皮毛 跟主人没法相比 今日啊 全当陪主人活动活动筋骨 李渡 小义这小厮铺 那是厉害得紧哪 他是怕我败朕出丑 监青 笔棍之时 你可不要留守啊 是 主人 主人 请自救 主人 请自救 主人 请自救 祝福 would be 还易奥 时下 再说 好 好 主人 小乙输了 当真认输 如果小乙认输 岂不是博了主人的兴致 接着 夫人 好一身喜人的花秀啊 多谢主人 请高手匠人 赐予小乙这身花秀 使得小乙 从此在街头巷尾 有着炫耀的资本 走 好 好好好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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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 好 起来 小语哥 来 主人 喝水 小语啊 你这小四铺的技巧可是越来越精湛了 要不了多久 恐怕我都不是她的对手了 主人夸奖了 其实小语 平时闲来无事就常常练习 哪像主人 要操作如此大的佳业 还得研究兵法韬链 哪有时间练功啊 来 好 我看 今天难得有这么好的兴致 这竟在这府里啊 也憋屈得太久了 来 不如 我们几个出去透透气 打探几个猎物回来 好啊 李渡官 你也别在家里闲着了 和主人一起打猎去吧 是啊 李姑 你也随我一同前去 是吧 是吧 你先去吧 主人 这今日账上之事 还有些没有解决 拖杖一两日 对你李总管 那还叫个事啊 不必推却 一会儿去吧 好 那 小人去换套打猎的装说 李渡官 你别让主人久等了 还是我们俩 在门口先等主人吧 好 你们去准备 我先去更衣 原位 娘子 走吧 李渡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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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七铃 卢俊逸 你这个命那是真的不错 帝牛 哥哥 你看这大明府好声热闹 是是是 这里真好啊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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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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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那儿了 驾 驾 驾 主人 没事吧 好险呢 这位追男狗 差点要了性命呢 小姨啊 多亏你啊 主人没事就好 主人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此马跟了我多年 经过到今日死于非命 也算是为我尽了忠个 主人 人都难逃天树 更好狂一匹马了 主人 别太难过了 天树 天树啊 主人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找一个地方歇息一下 吃点东西吧 林外 林外有一茶棚 我们可以去那儿 好吧 把握着披风 给刺马盖上 好生掩埋 也算是有个山中 你们几个 把主人的马抬出来 好生掩埋了 好生掩埋了 开小二 好嘞 细水 您慢用 俊施看看 那个什么麒麟七世子的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有事啊 没事你便好好坐着 耐心等待便是 咱们这敢等着 那不急杀你天牛了 你便请几位客官想喝点什么 有什么好茶只管上来就是 好嘞 来来这边 来这边 坐 几位客官坐坐 爹啊 给这几位客官上壶今年新产的毛尖 好嘞 是说话就开 你给客人上点点心 口渴得紧啊 先尝尝夫人新酿出来的酒 可娘子酿出来的酒可是越来越好了 果然清烈 解渴得很 嗯 烧饼来喽 天气来喽 好嘞 正好的毛尖来喽 主人 这饼子是热的 您尝尝 好 味道一定不错 你先吃 我尝尝这里的毛尖 小一个 你来一个 好嘞 还不错这味道 这茶闻着还挺香啊 还不错 茶来了 爹 爹 倒了 都倒了 爹 你看这东西 肯定够咱们盖好几间大房子了 是个好东西 把他卖了钱给你娘治病 爹 看这三人一桌华贵 必定是大祸人家 不如把这儿书生打扮的 先放回去 咱们把这两个人绑了 做人质 也可多锁他些钱 对 不可 我等只图钱财 医治你娘费病 不可图财害命 滥杀无辜 也不可 往生非分之心 行勒索之事 爹多虑了 这荒山野坡的 只有你我父子三个人 就是把这三个人杀了 喂了大虫吃 那也是人神不知啊 混账 你我又不是打家劫舍的贼人 照我说的做 拿了他们身上的钱财珠宝 把他们扔到大街上 等蒙海要过了要劲 让他们自己回家 爹 爹 怕什么 世道不太平 还讲什么礼仪道德 等有了钱 治好俺娘的病 咱一家人 荡得水破梁山 投浪得及时与宋公明 大块吃肉 大碗吃酒 岂不快活自在 这些人 就算是俺劫富济贫 给梁山陷得投名状了 你 别打了 别打了 快把金药拿出来 快 我 我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来 主人 爹家 快点 来了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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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怎么回事啊这是 刚才这几个司 给你下了蒙汉药 不 我刚给你喝完解药 你手怎么了 没事 一点小伤 主人 大人饶命 你这狗贼 你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 你却要要我性命 伤我小乙 今天我非要了你的狗命不成 主人千万 先问清原有 再杀他不迟 说 大人饶命 小人姓唐 本是临近猎户 只因老伴病入膏肓 无前医治 才干起了这麻人打劫的勾当 小人真的不敢伤害大人们的性命 只是小儿一时起了歹意 小人拦也拦不住 主人请息怒 小乙的伤根本不碍事 先看看这位老者说的病人是真是假 再做打算 那夫人 现在何处 这就是我的病老伴儿 看来是非劳 看过大夫命 抓过几副药 后来因为没钱 就吃不起了 小乙啊 去 把他们的胳膊接上 这位大人莫非就是浪子艳青艳小乙 正是 那你定是与麒麟颅外了 正是在下 好了 赶快给 给颅远外磕头谢罪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竟然结了颅远外 还伤了艳小乙 卢大人是菩萨心肠 小人真是瞎了眼 您就是杀了我们全家 也解不了您的心头大恨 谢大人不杀之恩 谢大人不杀之恩 杀了你们三个 也不解我心头之恨 体肤之痛 看在你们家有病妇的份上 今天算饶你们一命 你这两个儿子 还算有把力气 可以跟我到府上看家护院 你这蒙汉茶烧得好 可以到我茶房去烧水 你们现在就去准备一下 带上这老妇跟我一块儿回城 给他看病 谢大人不杀之恩 谢大人不杀之恩 小乙 我出进茶铺之时 未发现什么异常 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主人 刚才我们进这个茶棚的时候 我去看见 几位客官稍等 一会儿就来 看来今日真是诸事不宜啊 小乙啊 只要有你在 我卢某与世定能逢凶化吉 好 待会儿回了城 你先带着老妇去趟灰春汤 顺便也治疗一下你的刀伤 好 一起听主人吩咐 快 跟上 铁牛 铁牛 好 好 合十 鸡尸已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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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 那 这吃酒竟然让完铁牛扶掌 啊 军师哥哥你也太小气了吧 嗯 嗯 嗯 哦 是那个钱哪 嗯 哎呀 吃酒也要含那钱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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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大口吃酒 大口吃肉的 要不小心把它吞下去 那那怎么办 居士哥哥 你怎么竟然按铁牛 干这些要性命的事啊 你只管含着不许说话 别的事我不管 这是我们酒馆自驾的位置 若要吃酒 去找旁的位子 贫道找的是你 而不是进出武藏庙的酒食 你个看相的 你看不出我心中烦闷吗 莫妖纠缠 走走走 生怀一腔洪湖智 怎奈辖居 燕雀身 未求一报舍红颜 却叫草莺 不净心 那 走 道长请留步 来来来 坐下说话 坐 坐 小二 来了 来来来 把今天食鲜的好酒好菜 全都端上来 我要请这位道长吃酒 好嘞 庐花丛中一片粥 俊杰鹅丛此地游 亦是若能知此礼 返宫逃难可无忧 远外 好 是娘子啊 吃些东西吧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同妾身讲讲 莫要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 让娘子操心了 这事我会处理 远外 你今天在外面奔忙了一天 这儿呢 有一些甲鱼炖枸杞 你趁热喝了吧 好 这汤留我这儿 我一定会喝 娘子 娘子 竟然定时辛苦了 还是去早点歇息吧 去吧 来 道长 李姑敬你 今天听了道长一席话 真是毛色顿开 这样吧 道长和这位兄台 在这儿慢慢地用 韭菜已经都记在我的帐上了 我府上还有点事 就先告辞了 多谢 这傻蛋 这傻蛋 马上就来 铁牛 铁牛 你那枚铜钱呢 咱们铜钱 咱们铜钱 咱们都去 啊 糟了 让天牛吞进肚子里下 好 大功告成 班师回朝 迎接玉麒麟奴俊逸 一上凉山 娘子 你快走 园外就在前厅 园外不会回来的 可能今天晚上都不会回来了 我刚从那个算命的走了以后 园外这几天都心事重重的 饭都没有吃 这是我李姑命中该得 娘子 不小几日 你我二人便不再是个下人 我李姑 我李姑就是这房子的主 千万不要酒后胡言 若是被人听见 你我都在这卢府待不下去了 哎呀 我没有说酒话 你干什么 我不走 千万不要被撞见 前几日 伺惠有人看到 惹得我这几天 心里都害怕得紧 你这嘴就是好胡言 你看那小蚁哥 小蚁哥 小蚁哥 你到底害怕的人是谁 就是那燕小蚁 你干什么 你 你轻点 嘿嘿 燕青这四 有什么好 啊 园外整天念叨他也就罢了 你还把他挂在嘴边 哼 要不是这四 昨天硬要拉我去冶炼 我会如此丢人 和那畜生一起被拉回府里 那可如何是好 要是这小蚁哥同园外奖了 那岂不是 那燕青那四 有什么好 什么本事 会的 只是些旁门左道的威胁 却偏要拿来 在众人面前炫耀 好 园外 园外也是糊涂 偏偏也要重用他 这庐府上下的家业 有哪点不是我李固为他打下的 要是没有我 他能撑得了几日啊 娘子 不要害怕 要是这小蚁哥同园外奖了 园外岂不是会要我的性命 你 和我 都不会有事 来 我告诉你 刚才 来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那我该如何是好 来 何人呢 主人 是小蚁 好 进来吧 是 主人 把门关上 主人 病人已经安排好了 不久了 不久唐家父子就会来到府上 你吃酒了 是 小蚁擅自主张 请唐家父子喝了点酒 主人 主人 这墙上是怎么回事啊 庐花丛中一偏舟 俊杰鹅从此地游 一时若能知此理 反攻难逃可无忧 主人 这是那个胆大妄为之徒 想要陷害主人 这墙上的四具尸 乃是藏头之尸 小蚁看的是 浑身冷汗哪 小蚁啊 在你医病之时 来了一位卦士 只因近日诸事不利 我便请他卦士补了一卦 那位卦士说 我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 并且留下这首反诗 朕不知此卦是何用意 主人 那个卦士还对您说了些什么 那位卦士说 要想必得此难 需去东南一百里外 想着东南一百里外 乃是泰安州 我总觉得这个卦士 他有什么阴谋 是啊 这东南一百里外 乃是山东泰安 路途中 必定会经过水破梁山 主人 今年宋江一伙强人 在水破梁山打家劫舍 势力庞大 连官府都拿他不得 或许是宋江想使忌 引开主人 离开府里 对卢府进行打劫 又或者是 是什么 主人 小矣心中有一个 有一个奇怪的念头 好 说来听听 或者 是那水破梁山的宋江 想要 想要转主人上梁山 落草 是 是 主人 是 主人 这是 主人 才是 弄得满脸皆伤 主人 我并未与任何人争斗 只是小人走夜路 自己爹的 好 你赶快派人 把这名墙给我拆了 所有的砖款 尽数扔到护城河里 不得延误 主人 这墙好好的 拆它作甚 再说 这外面起风了 眼看就要下雨 你只管去坐 不要多问 原位放心 小人 这就拆人去办 原位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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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怎么了 原位 千神刚刚给你送完饭食以后 在花园里走动 眼睛他回来 看见千神 他 他就来抓千神的手 主人 主人 燕青回到卢府 就直接进了厅堂 在路途中 没有遇到夫人 你胡说 燕青 他一身酒气 看到千神 他就动手动脚的 李渡官 他看见就上来劝阻 可燕青 还对他拳打脚踢 李渡 娘子他说的可是实情 主人 小人不敢说 有我在此 不妨直言 是 主人 小人从外面回来 就看见小乙哥 拉着娘子的手不放 还摸娘子的脸 李渡上前劝阻 可小乙哥 却对李渡 拳脚相加 李渡 畜生 主人 主人 过 主人 主人 畜生 主人 畜生 畜生 主人 不 主人 你个小人 畜生 主人 严青 你见我卢府之时 你有几岁 小乙 小乙初见卢府 十三岁 你在我卢府气念 我陆俊逸可曾亏待于你 主人 主人 主人是小乙 如自己的孩子 小乙是主人 如自己的父亲 娘子是我的妻子 她是你什么人 夫人 夫人是小乙的主母 亏你还知道 你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做那 诸狗不如的事情 主人 夫人所言 只有内情 你 什么内情 说来听听 我 我 为了主人 为了主人的伤亡和威灵 为了龙府 教义不能说 好 你若不说 休怪卢某不给你解释的机会 主人 主人 阎卿 你滚 滚出我卢府 我卢俊逸 从没有阎卿 你这个仆从 主人 滚 滚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对 你手怎么了? 没事,一点小伤的 这墙好好的拆他做谁? 主人 主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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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啊 对 对 对 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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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